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新聞主播 握住麥克風的那一瞬間 全世界都是我的 但現實 聽說你在百貨公司服務台上班 很有趣 偶爾會充當播音員幫忙廣播 你知道我佔服務台佔一整天薪水多少嗎 你以為我賺好幾億嗎 這個大嬸的肚子裡 有了那個混蛋的腫 要是有人替我打抱不平 就會莫名其妙想哭 你懂嗎 9月28號起 週一到週五晚間十一點 奮鬥吧我的人生 再見囉